看了電腦裡面的影片之後才發現 怎麼會這樣 其實是很傻眼 男友裝針孔 如有閨蜜弟媳全中招 因為我們同居在一起 在整理電腦的時候 就發現了 筆電裡面有一些奇怪的檔名 那我就打開來看 才發現他原來拍了我家人跟朋友這樣子 還有他的前女友 跟前前女友的家人 蕭小姐指控交往四年的前男友 在家架設針孔偷拍 我家的浴室 客用浴室 前女友的房間 那是性愛畫面 但是那女生是不知情 前前女友的家人也是在浴室裡 就是通常他有很多架式在浴室裡面 就脫衣服啊 或是洗臉刷牙 他就是架設在垃圾桶那個地方 就是往上拍 曾經也問過他為什麼要拍這個東西 他說就是會好奇別的女生的身體 前面兩個女朋友的妹妹 高中生你也拍 那你覺得你這個只是好奇嗎 那有剛交往時 就曾被他抓包 我手機的記憶卡裡面 就是有發現他有偷拍群體風光 他說他有經營色情網站 就是想以這個為賺錢的目的 但是後來沒有拍到什麼 就沒有再繼續 那我就沒有去懷疑他 今年8月的時候 我家人跟朋友 我們都有去做筆錄 我去刑事局那邊做提告 偷拍狼和他的女性友人跟弟媳 各以15萬元和解 說他如果真的可以重新做人的話 他會好好的去吃災念佛之類的 動物新聞新北報導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